细语著作 思想的阶梯 第一季 第三册 知道对问道 细语问答 灵修后会见到鬼吗? 常有女生问 灵修后会不会见鬼 大家肯定是不想见到那些滞留灵或偏执魔 可以肯定的是 不管是哪种意识体 只要是其在这个颠倒执着梦想的世界里 就必须遵循其基础频率法则 自己是什么频率 就只能待在那个频率的十项世界中 除非自身的道横已经可以突破唯独币随意游异 或被某些人用黑魔法给打开次元币 招引到某个场域中 一般情况下 修持灵性中正的 渴望扬生自我意识的人 与那些因执念 恐惧 贪婪 憎恨 滞留下来的鬼魂 是不在同一个频道中的 彼此不可见 除非灵修者自己因为内在恐惧与沮丧 导致自己的意识迷失在混乱的低迷频率中 与鬼魂持续同频 导致彼此惺惺相惜 所以 灵修不会让你被鬼缠上 当恐惧被鬼缠上的思想持续地翻涌时 反而可以帮鬼魂看到你散发出来的气息 西语资料发布平台和文件免费下载路径 请见图示 西语社说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